哇 这种串串店啊真的是套路王中王 谁能想到啊 每千七毛七的这些串串小火锅 差不多就这么点东西 一个人消费了那么多钱竟然还没吃饱 第一次被这种夸张的字眼吸引过来消费了 本来以为顶多就三四十块钱可以吃饱了 没想到还是我太天真了 你真的是永远都算不过商家 个人感觉啊 这些看似便宜的串串火锅实际上真的是天坑 第一次吃这种火锅也是最后一次 还是应了那句话不谈便宜就不会有被坑的机会 但实在经受不住他这些便宜夸张的诱惑 结果真的是应了那句好奇害死猫 真的离谱 他不是一份清牢七 而是一根签清牢七 说是珠海排队王的深圳首店 不知道在珠海是否真的是排队王呢 总结一个经验教训 这种所谓的网红排队王十家有九家都是坑 往下看视频我会给大家剖析清楚 这种店表面上看似很便宜 但实际上真的是套路满满 整间店都是达到低价的信息 在视觉上很有冲击感 估计很多消费者也是这样被吸引进来的吧 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些套路基本都是相通的 原来不止我一个消费者有这种感觉 网上有很多文章已经揭露了这种现象了 表面上一些免费的东西就是蒙蔽你双眼的开始 有些消费者可能会想七毛七老板会有钱挣吗 但实际上是你多想了 可以这么说除了蔬菜其他全部都是冰鲜食材 这些冰鲜食材的利润得有多大 可能是你想不到的 别看它表面上标价好像很低 但实际上它的利润是很可观的 比如一根玉米一颗土豆一颗西兰花能切成多少 朋友们可以自行劳补 而这些肉类好的程度就是冰鲜 不好的程度就是雪藏的食材了 我个人是比较坚信便宜没有好货这种说法的 给朋友们清楚的展示这里的食材基本全部都是树洞类的食材 茶水纸巾米饭这些不要钱其实都是吸引你经典消费的手段而已 而这些饮料就算给你尽情喝 你又能喝多少呢 且大部分基本都是兑水的 而我个人觉得这家店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它的卫生条件做的挺标准的 不过你只是想这些只是掩饰 在这些包装下面 本质上它所使用到的食材都是很廉价很暴力的 两颗肥肠价格六块钱 价格分了几个档次 而且还会混搭一些看着还不错的食材 在选菜的时候 你可能要经历一番思想斗争了 到底哪些才更加实惠呢 它上面写着串串七毛七 但实际上它是每根签七毛七 你要看清楚它一份是两根签的 就这么点东西 一串的话是一块四 上面的肉大家能看到真的是饱如残意 所以朋友们可以深入想一下 如果你要吃到饱 吃过饮 那得花多少钱呢 对于食量大的人来说 这些东西真的是不够撒牙缝 荤树搭配的食材 实质上它的肉量是很少的 这些是按签的根数来算的 有一种是按签的重量来算的 给朋友们清楚地展示一下 所谓的骨汤汤底 这些骨汤汤底是什么成分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大家可以去网上了解一下 一包浓汤煲可以兑换出多少汤底 它这种并列设计也是很花心思的 如果你想吃多种口味 那就花钱呗 而这些食材全部都是在超市里面可以找到的速冻食材 就这个量啊 可能几块钱的成本可以切成几十块钱的利润 廉价的速冻食材根本没有新鲜可言 唯一让你觉得比较新鲜的可能就是蔬菜了 虽然说米饭是免费的 但是免费的米饭你又能吃多少呢 免费饮料 豆浆大银水 你能喝多少 而这么大一家火锅店 全场最好吃的 我竟然觉得是知识丸 现炸出来的很热 吃起来表面香脆 但是里面呢 也没有拉丝 雪糕虽然是免费的 但是是这种 我不知道卖多少钱啊 但是看起来就很廉价 买单的时候 我还真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反复确认 花了这么多钱还是打了优惠的 这个花费啊 可以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了 何况还是这些速冻廉价食材 反正这种店 我以后是不会再来了 很想听听朋友们怎么看待这种店 欢迎弹幕留言 说说你们的感受